立法院龙头选举落幕 绿白和破局 电话门争议越演越烈 政治传出绿营派系斗争 卡位隔魁战 民众党爆料龙头选举前 前民进党主席卓榮泰 曾在1月18号密会黄珊珊 卓榮泰还一度否认介入选举 但最后坦诚会面 强调是支持游锡昆 另外绿营政国会的总统府秘书长林家龙 传出也派企业代表 登门拜访柯文哲谈三昌沛 因为同为政国会的游锡昆 如果顺利连任立院龙头 将不令林家龙争取隔魁 虽然林家龙否认戒选 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致电给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建议新国会三党不过半 隔魁应该找中性人选 现在的立法院 他的结构嘲笑也大 其实隔魁应该尽量的中性 少搞政治少喷政治口水 倾听民意尊重民意 为最大的原则 民主制衡的可贵 就是避免执政党胡搞瞎搞 重蹈黑金贪腐的老路 为了新国会 新政府即将开始 蓝委呼吁 除了隔魁人选应该中性 对于两岸来往 也应该即刻放宽心胸 开启两岸大交流时代 这次大选里面 百分之六十的主流民意 其实并不希望抗中 而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两岸能够维持交流 应该采取不是兼闭亲眼 而应该是促进两岸的和平交流 让沟通取代误会 避免任何可能擦枪走火的机会 大选前赖清德承诺 要两岸交流合作 下个月开始 台湾恢复旅游团附入旅游 两岸开启大交流 大合作时刻秋门 赖清德如果要时间诺言 机会已经上门 记者杨洁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